相傳前國安局陸軍上校和前知名網紅貴婦流亡海外 都點名愛德華王子島 關於這個美到令人窒息 躲在這裡爭爽流亡首選的愛德華王子島 你有需要知道的12件事 第一點 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省 比較流通的名稱是簡稱PEI 是Prince Edward Island的縮寫 第二點 愛德華王子島身為加拿大濱海的省份 人口是全加拿大最少 面積是全加拿大最小 愛德華王子島的人口密度是全加拿大最高 達到每平方公里約25人 流亡加拿大選愛德華王子島 看起來不是很智慧 但是比較非常擁擠的台灣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約642人 愛德華王子島還是很可以 第三點 愛德華王子島的省事複雜 17世紀時是法國殖民地 18世紀時法國和印度戰爭結束 把島各讓給英國 愛德華王子島在19世紀時主辦了下落特頓會議 討論了沿海附近省份聯盟 而這個會議不小心變成加拿大聯邦成立中一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 當時愛德華王子島心裡根本對加拿大沒有愛 但是因為破產的土地問題和鐵路建設 最後成為加拿大的第七個省 第四點 從人口組成和主要語言觀察愛德華王子島是不是河流亡 愛德華王子島是加拿大比較歷史悠久的定居地點之一 姓氏分布來分析加拿大、蘇格蘭、愛爾蘭和英國新式佔主島地位 所以本質上愛德華王子島是英國人的地盤 第五點 再從語言來看 畢竟被法國和英國統治過 英語和法語是愛德華王子島的主流語言 而盤踞主流語言的第三名是中文 可見真的有不少華人選擇住在愛德華王子島 第六點 愛德華王子島還有幾個暱稱 例如地方實在太美 所以有海王花園的稱號 值得一提知名加拿大女作家 路西莫德文格瑪莉 是出生於愛德華王子島的名人之一 她寫的清秀家人就是以她自己的故鄉 愛德華王子島作為故事背景 第七點 愛德華王子島有多美 12點要提一下1985年清秀家人這部影集 在台灣老三台也曾經播過一段時間 不同於目前這幾年影集的大吼大叫 和劇情光束前進的類型也不同 清秀家人根本是一部 類Discovery頻道的影集 記得是深夜播出 風景比劇情還好看 是當年很有口碑的影集 第八點 愛德華王子島全神經濟以農業 旅遊業和漁業為主 最有名的是愛德華王子島 依賴龍蝦和牡蠣捕撈 所以住在這裡真的是海鮮吃到飽了 另外愛德華王子島是屬於 整年都有遊客的熱鬧地方 所以流亡這裡很容易被發現吧 島上有各種休閒活動 包括海灘、高爾夫球場 生態旅遊探險、鄉村旅遊 以及文化活動 旅行結束不用逃亡 旅遊愛德華王子島絕對是首選 第九點 愛德華王子島上的風景最主要是田園風光 地景特色是年綿起伏的丘陵、樹林 紅白色的沙灘、小海灣和著名的紅土 使愛德華王子島成為一個擁有 傑出自然美景的加拿大省份 第十點 這幾年有些新聞事件都和種族歧視有關 根據報導 愛德華王子島上有不少反亞裔的仇恨事件 第十一點 1997年對愛德華王子島是重要的一年 島上對外的聯邦大橋開通 這座大橋取代了原本的渡輪服務 所以也直接改變愛德華王子島的旅遊 以及農業和漁業的出口經濟 而且以存在的冰雪覆蓋水域而言 聯邦大橋是世界上最長 所以如果要抓歹徒 對外的聯邦大橋封起來後 根本可以瓮中作別 不適合流亡 第十二點 最後 為什麼愛德華王子島可以吸引這麼多人前去居住或躲藏 最主要原因是該島的氣候 這裡是海洋性氣候以溫和的氣候著稱 受到周圍溫暖海域的強烈影響 愛德華王子島比加拿大內陸更加溫和 唯一要說氣候的缺點就是天候多變 情史多雲偶陣於外加下雪 可能會在同一天發生 雲偶陣